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一起读《论语》 今天播讲《论语学儿篇》第十章 子勤问于子贡曰 夫子智于世邦也 必闻其证 求之于 义语之于 子贡曰 夫子温良 恭俭让 已得知 夫子之求之也 其诸义乎人之求之于 子勤 孔老夫子的学生 陈康 在《论语》里头 陈康会发人之所谓发 问人之所谓问 而且常在弟子间探问 可见他跟孔老夫子并不是那么亲近 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 这张 这张 就陈康来问子贡 子贡姓端木宁是孔子 言语课的高主 子勤 问子贡 说 夫子自于世邦也 我们老师 也到这个诸侯之邦 因为当时周朝很多诸侯国 在周游列国 到不同的诸侯之邦里 必闻其证 夫子他一定会参与 听闻到 这个国家的证事 求之于 益语之于 他是自己去求得这个机会的呢 还是 国君就给他这个机会 他这个问法有意思 是夫子去求来的 还是 国君就愿意给他的 子贡的回答更有意思 夫子温 良 公 俭 让 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 其诸 亦乎忍之求之于 他说 我们夫子 他 温 良 公 简 让 温厚 温润 良 善良 正直 公 不然 谨慎 庄重 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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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洁 让 千怀 相让 就夫子 有这五种德性 文 厚 良 善 恭 敬 洁 礼 让 正因 这个五个德性 所实现出来的 所以 他就获得了这个机会 这夫子是获得这个机会 有人说夫子是求来的 我告诉你 如果这也是一种求 夫子是求之也 如果说夫子这次求来的 其诸异乎人之求之鱼 那他 这样的方式 跟一般人所说的求是不一样的 是以他的人格风度 所以他的生命之风范 真正隐身了 诸侯国君 愿意跟他商量国政 这有意思 另外这个温良恭敬让 这五个字 常被提起 但是 有时候 就被认为 好像儒家太柔软了 只会温良恭敬让 温良恭敬让可不容易 你想 温厚温润 人是如何 良善正直 恭敬 庄重 简约 节制 千怀礼让 哎 就是一个 人格风范 出现了 就是如此 温良恭敬让 这五者 只能充分体现君子 回到自身 真正能够做内心 能够 内心而充实 而有光辉 正因为充实 而有光辉 所以 能够受到器重 能够 受到信任 人家 人家会 人家会 前情 前程 敬重 你啊 所以你说 这是一种求 不太对 它是得来的 因为一般所说的求 是往外 往外去追逐 所以这里讲 夫子是得之 温良 恭敬让 以得之 得之 是从内在 有所确立 所以求是有所 足于外 得之 是有所 利于内 向外追逐 那一定会 惨媚 媚其俗 会惨令 邪万 会惨媚 讲出惨媚的话 做出 去配合人家的 行为动作 心态是邪区的 话语是不真实的 就这样 能够得之 那是能够利于内 利于内 几利而利人 几达 达人 这重要的 这夫子之求之也 其诸 亦乎人之求之欲 你要是说 夫子是求来的 他不同于一般人 求来的方法 其实这一章 所论 看上平淡 其实 他说的是什么 讲学修得 是内圣之本 你有这个本 内圣通向外网 内外 本末 通贯一体的 所以要 讲学修得 才能够真正 安邦定国 讲学修得 道之所生 德之所成 道能生 德能成 用功在我 政治的实践 实行 权力就在上头 权力在上头 取语在别人 从政治权力来说 人家要给你 或人家不给你 就看人家 外头 但是你这个 道之所生 德之所成 那在你 那在你 那在你啊 具于道 治于道 具于德 你能治于道 能具于德 当然也就能 异于人 犹于意 这道德是 用功在我 至于外在的权力 取语在人 所以当然我们 用功在我的 我们可以把握住 取语在人了 我们放开去 不在乎 你内在越充实 外在就能够放得过 陈抗问子供说 福祉每到一个国家 一定会参与听闻 那个国家的证事 这是自己求得的 还是国君自己告诉他的 子供说 福祉因其温和 良善 恭敬 简朴 谦逊 得来的 即使要说 福祉是求来的 这也不同于 别人求得的方法 现在我们再来读原文 刚才是翻译 最重要字眼 大家再留意一下 子侵问于子供运 福祉至于世邦也 必闻其证 求之于 以语之于 求语 子供运 福祉温良 功俭让 以得之 得之 求之 语之 得之 这三个不同 福祉自求之于 福祉之求之业 其证义乎 仁之求之于 祝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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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祉温良 福祉 博奖到这个地方 福祉自得之业 明天我们再继续博奖第十一章 感恩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